据美国媒体报道,火箭正式与卡佩拉续约,合同是五年九千万,冒了一个夏天的卡黄续约问题终于解决了。 关于卡黄的合同,很多球迷觉得火箭亏了,因为卡黄没有球队给他报价,所以火箭完全是可以再压价,五年九千万太高,完全可以五年八千万续约,但实际真的是五年八千万。 那怎么回事呢?原来卡佩拉的续约合同中平均每年能拿到一千八百万左右,但实际只有一千六百万是完全保障的,还有二百万是奖励机制,其中球队进系绝奖励一百万,防守篮板率百分之三十以上奖励五十万,还有五十万是罚球民众率,达到百分之六十五。 加起来是每年二百万,五年和几一千万,这与当年一介联的签约胡人的合同类似,当时一介联是底薪签约胡人,但有奖励机制只要完成了,一介联是能拿到一年八百万的合同,但最终还是和平分手。 这比较一来说,火箭卡佩拉是双赢的,从卡佩拉来说,如愿拿到大合同,虽然没有拿到五年一亿的顶心,但五年九千万的合同,已经比之前的要好,因为与之前不一样。 太阳等球队没有给卡佩拉报价,也就是没有球队对卡佩拉抬价,火箭完全可以压价到八千万左右,所以卡佩拉应该还是相当满意的。 从自身来说,自己的进攻手段不足,得分经常都是靠吃饼,同时把球又一把,与很多大中锋比并没有太多,被优势。 从火箭的角度来看,五年九千万千下卡佩拉的确是有一定的风险,但目前来看,这样的风险的确还是值得冒一下。 要组合下打球,同时火箭留下保罗,未来肯定还是要打小球。 小球来说,卡佩拉是非常适合火箭的体系,对于火箭来说,本来可是要准备五年一亿的合同去匹配的。 所以说火箭内心来说还是赚了,从今年的自由市场来说,火箭的选择非常少。 在四年一点六亿先下保罗之后,火箭只能小修小补,留下卡佩拉无疑是最能保持竞争力的,在之后火箭还会牵下安东尼。 下个赛季的火箭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 下来先钟 三个赛季的火箭就会了